自从粉末江湖开机仪式以后,郭德纲就带领着一众徒弟常驻在粉末江湖的剧组中,非常的辛苦。 演员们也是人手一份剧本在剧组中穿梭,近日有网友晒出郭德纲在剧组中穿梭的视频,视频中郭老师穿着非常的随意。 没有任何的明星架子,虽然微微驼背,但步伐非常的矫健,把助理都甩在了后面,而打伞的助理眼看跟不上郭老师的步伐,无奈只能换上遮阳伞,这回再也不用担心被晒了,郭老师不高的个头再加上大大的遮阳伞,画风着实有点搞笑,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表示,这是把哪家卖水果的大伞给拔了,别看郭老师腿短,跑得确实快。 看到如此搞笑的画风也让大家更加期待《粉末江湖》的上映,自从郭德纲导演完祖宗十九代之后,虽然票房还可以,但口碑一般,只有4.2的评分,郭德纲也被冠上了烂片导演的名头。 其实郭德纲很早就已经涉猎电影行业,早在2007郭德纲就曾参与《落叶归根》的拍摄,这也是郭德纲参与拍摄为数不多的高分电影,不过对于老郭来说相声才是老本行,拍电影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,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舞台上。 如今德纲社的业务可以说是遍布娱乐圈,无论是电影电视剧,还是综艺小品,德纲社的演员们都从不同的领域带给大家快乐,希望德纲社能够越来越好。 最后也祝愿粉末江湖拍摄顺利,能够早日上映给大家带来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